布魯斯出場 歡迎 這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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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 嗨 布魯斯 嗨 先跟大家問一聲好 哈囉 大家好 很開心見到大家 好 這一次呢 沒有再穿 奇怪的那個 你知道 露出你的腹肌 胸肌 對不對 這一次我穿衣服 有有有 我也要一件一件穿回來 告訴我們 我知道真的滿天心 那滿天心的花語呢 花語就是 幸運跟幸福 幸運 幸 幸 幸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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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幸運 我想說 現在一件一件穿回來 可是講話 講話其實很大 沒有啦 是幸運 我自己都快搞本 沒有 我知道布魯斯進 都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演的電影 大家都喜歡 但是之前 前一陣子我才知道 你現在是一個如日中天的小鮮肉 但是你自己抱自己的穩 穩定交往中的女朋友 你此話一出 不會對自己造成一些困擾 或是對公司造成困擾嗎 呃 其實我自己也是沒有什麼困擾 對啊 但 比較困擾的可能是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媒體朋友就說 都沒有拍到 沒有拍到畫面 對 然後我就說我歡迎大家來拍 嗯 然後 講完以後 你是對大家強姓的意思嗎 來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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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因為 其實我跟女朋友很少見面 所以機會 被拍到的機會應該很低 對 有十足把握 但我覺得有困擾的應該是我的女朋友 對 然後可能每天出門都要稍微打扮一下 如果是跟我出去的話 嗯嗯嗯 他希望下次上鏡子的時候 上封面的時候是漂漂亮亮的 嗯 哈哈 好 幸運的代表 邱比克代表 對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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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今天大家來參加我們的 愛子鑽鑽的手藝 謝謝 好 那 手上拿這個花 大家應該都認識 情人節的時候 大家靠這個賺錢的 紅玫瑰 不是白玫瑰 是紅玫瑰 紅玫瑰 是 是 紅玫瑰的花語呢 紅玫瑰的花語 是熱戀 還有希望勾起你激情的愛 我嗎 嗯 勾起大家 對 勾起大家 對你的熱愛 謝謝 我知道那個 愛情算不算 電影一出來之後 所有新聞都focus在漢哥單身 大家瘋狂幫你爭婚這件事情上面 剛剛在後台的人說 很快 很快 在這個板子也很快就會談戀愛了 真的嗎 大家真的有很積極嗎 是誰 有積極在幫你爭婚嗎 有耶 其實我都接到很多電話說 原來你沒有女朋友 身邊應該有很多女生的朋友 真的沒有 然後想到你行情那麼差 好 那潘哥是要開條件的嗎 你有幾個條件嗎 今天開一開大家可以公開真有 我覺得善良 我覺得善良很重要 善良 善良 我有聽說你不要雙子座的 唉唷 真的嗎 有要拒絕雙子座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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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在很free 就是善良就好 好 祝福你早日戀情開花 都跟紅玫瑰一樣 好謝謝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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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接著下來呢 是我們的女主角 歡迎我們的女主角 周又婷又婷姐 歡迎 哈囉 這邊請這邊請 這邊請 中間請 來請跟大家先問聲好吧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周又婷 我以為你會說 哇太瘦了 是真的很瘦啊 可是因為我怕我一直一直不停的講 你會覺得我很煩 但是每次我看到你都震驚了一下 對 其實每一個人進後台 都一看到說 哇太瘦了 對對對 先講講你的花好了 好 我這是白玫瑰 那白玫瑰的花與世 花與世 甘心為你付出所有 甘心為你付出所有 最近出現了一個甘心為他付出所有的人 對不對 對大家都很熟 剛剛我聽說你會這麼瘦 因為被一個你甘心為他付出所有的人 吸光了養分是這樣嗎 對 是誰 誰吸光了你的養分 他今年才五個多月 哈哈 所以就是我知道那時候在拍 愛情算不算的時候 就剛好是懷孕的狀態 對 所以等於是電影 是你的寶寶 肚子裡 小孩窮嗎 另外一個寶寶 也是另外一個寶寶 現在兩個寶寶都出生了 感覺怎麼樣 其實一樣是我的孩子 但是心情特別不一樣 一個是很痛 哪一個很痛要講清楚 肚子裡的一個好痛 然後這個是很開心 但是兩個有同樣的感覺就是我覺得 兩個寶寶的誕生都讓我覺得很幸福 很甜 都是一個好的成果 好像講的怪怪的 不會啦 不會嗎 是一個好成績 好希望你不要再秀下去了 好 我也今天要吃胖一點 好的 謝謝佑明姐 謝謝佑明姐 謝謝 這邊請 那接著下來呢 我們要就是歡迎 剛剛呢 就是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就是在說 導演是誰啊 這一次的這個愛情 歡迎導演 哈囉 哈囉 那這邊請 導演這邊請 中間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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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優卡先跟大家問車好 應該要Cue我嗎 大家好 我是愛情這麼聰明導演 林鈞陽 嗨嗨嗨 剛剛 不是又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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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林鈞陽 好那這一朵花是 是秀求花 秀求花的花語是什麼 浪漫跟美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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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導演非常有自信 因為他剛剛背了五分鐘 浪漫跟美滿 寫在那個前面上 我一直很怕說 走出來然後馬進去空白 哈哈 浪漫 所以愛情算不算 他演戲部 很浪漫的電影 很多人看完就都說 會興起他們 你知道 賀爾蒙都爆炸 對我覺得 看完的人會有那種 很想要戲服美滿 然後被注入能量的 那種很正面的那種 積極的效用 那導演在拍的時候 你有沒有印象最深刻 有哪一場你覺得 你自己在拍的時候 受不了那個浪漫的氛圍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愛情最美的是初見 第一次見面 對 所以其實我們男女主角 第一次在茶館裡面 然後 有一點陰錯陽差的開始 第一次的約會 那個是我覺得 最浪漫的時候 好待會之後 進戲院看 可以好好注意一下 導演說最浪漫的這一模 是是是 好謝謝導演 謝謝導演 謝謝 那接著下來呢 愛情算不算 我們要請到就是 青蘭影師的大家 樂隊 樂隊 大家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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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導演是不是有黃色的花是 是蒲公英 不是亂講 是海域啊 陽明山上的海域 黃色的海域 黃色的海域 黃色海域的花語是什麼 志同道合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我們是 台北愛情捷運總共有六個導演 然後我們 志同道合一起出發 然後每一個人拍一個捷運站的故事 那今天第一站就是我們的大橋頭站 你的愛情算不算 對不起我現在有點時差 所以我現在有點那個 剛從就是這樣回來的意思嗎 對對對 然後就希望這次能夠有非常好的成績 因為我們有很棒的演員 有很棒的導演 然後希望能夠把台北 很美麗的台北能夠呈現給所有的觀眾 那身為這個系列電影的監製 會強制安插自己在每一部電影裡面都會出現嗎 哈哈哈哈 所以可以敬請期待天倫表演的表現 是 我在裡面飾演的這個角色也是 就是很想要把所有的人都湊對 但是也不知道湊成怎麼樣子 對不對 然後就是 算命 因為台灣大家很喜歡算命 因為你知道 就是日子過得不好啊 就愛算命 然後就是 這個裡面的算命師我覺得 就是 也有他的一個道理在啦 因為這麼多人愛算命 也不是沒道理 就真的很想要知道 到底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譬如說 馬克啊 幹嘛 那麼高 然後 你會不會談戀愛有困擾 我這樣轉得好不好 喔有點硬啦 微微的硬這樣子 對 反正就是希望台北愛情捷運 這次愛情捷運 能夠很好的成績 然後 能夠把最好的台北市 帶小大錢 那身為監製天倫導演 是齁 喊出一個數字 喊出一個數字 喊出這個數字 誰就要脫衣服 唉唷 我們要請邱比特 站前一步是不是 哈哈哈哈 他才高興要一線 不行我要一線一線 那就只好是我 沒有啦 沒有啦我希望你很好的成績 我們就先喊個五千萬啦 這樣子好不好 好 希望台北能夠五千萬成績 然後 呃 雖然是一個小品的電影 但是我們很誠懇的 而且 呃 去年我們拍了這個大稻城 這個電影 講的是時空穿越 今年的這個大稻城又不一樣了 講的是浪漫 講的是愛情 講的是緣恨 也希望所有的男女朋友們 或者是單身的朋友們 都進來看電影 據說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好像就會有好多